今天,我們要帶你來到台灣本島人口最少的鄉鎮 這個地方就隱藏在屏東的深山裡 我們在開往這裡的路上就感覺相當神秘 光是要進入這裡就需要提前申請 接著必須經過數個懸崖峭壁 以及一重一重的高山 我的天啊,路到這裡是比較廃的 讓兩輛車走過,但仍然覺得有點可怕 因為有很多地方在河崖峭壁 河崖峭壁很深 所以如果你們都在這裡 我都不知道人們會來 對,你看到那裡已經有一個小村子嗎? 對 那整個村子也有一個小村子 根據統計,霧台鄉2022年總人口只有3300人 每平方公里更只有12個人 也是全台灣人口密度最低的地方 雖然耕地面積約1000公頃 但都位於山坡地上 不利於機械化耕作 高達96%的耕地都為休耕的狀態 我跟你們說 等一下畫面你們可能會非常不習慣 我個人有點不習慣 但是 把你們的手機準備好 準備好screenshot 沒想到 Layna今天居然穿了 這麼漂亮 天氣比較熱 天氣比較熱 所以我們要開那個 開那個什麼?肚子嗎? 對 讓它呼吸 它有點熱 但不太熱 所以 這個完美 我們有種咖啡 你好 你好 你們今天有開嗎? 今天有開嗎? 開什麼? 電腦 電,對 那我們可以吃咖啡嗎? 可以啊,可以喝咖啡 我國語講得那麼標準 台灣多久了 六年 哇 好的數字 因為我們剛剛開車 我看到你喝咖啡 我覺得 還是我比較帥 被你說中了 他剛剛說特別找你 因為你看起來比較帥 JJ你是不是自己做衣服 對,我是做衣服的工作室在那裡 真的嗎? 我這個生活自己來 哇,好美喔 謝謝老闆 你看看 希望你們喜歡 哈囉 很高興認識老闆 老闆怎麼稱呼你 巴 巴 巴是我們家裡的姓名 就姓巴 對 以前漢人是怎麼取你的 他想取你的名字 隨便取就可以了 真的嗎? 對 因為我們沒有文字啊 我們就說 我們叫巴子哥了 我家裡的名字叫做巴子哥了 喔,巴子哥了 巴子哥了 可是問題是 你寫不出來中文啊 對 那就要帶一點 好像是諧音的感覺 然後又那個什麼羅馬拼音 對啊 巴子哥了 欸,我還欣賞 這麼美 它是非紅色的 欸 這個是有顏色染過了嗎 還是原本沒有 我們總共有七種顏色 我們叫做七彩禮 它只是因為大家都說紅禮紅禮 所以現在小龍只種紅色的 對 因為這個是賣相好 一個是那個廠商需要這個顏色 是 可是我們的認知是在七種顏色 好可愛喔 這個七七的要這樣 對,這個 喔 然後這樣 很漂亮耶 很美啊 這是我做的 謝謝 這是你自己做的 對 好厲害喔 好漂亮喔 我剛剛看到自己 我覺得好美 好了好了 不要再看自己了 這麼自戀 欸,看起來很酷 我喜歡 你喜歡嗎 對,我喜歡 對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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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真的超熱情的 一直跟我們分享盧凱族文化 以及在地小農的食材 真的讓我們有點捨不得離開 老闆說 希望大家來到這裡 不要有壓力 像是回到家一樣 開心放鬆 剛才我們在喝茶 老闆 老闆 很酷 很酷 因為他看到了 鏡子 但當我們離開 他就說 你教英文 對嗎 我們說 沒有,我們其實做了 影片 他就說 真的嗎 他不是做了 鏡子 我看到有些人的表演 但孩子都在車上 在車上 對 而且他們在車上 很酷 你看 你應該要在車上 不像是在車上 你應該要在車上 什麼意思 我會在車上 也很酷 你會在車上 很酷 很酷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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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們說 上次我們去那個花蓮 對不對 嗯 吃到小米甜甜圈的時候 你整個人愛上 對,非常好奇 好 你要嗎 我要一個 我們可以買兩個 它是不是有不同口味 有 還有一個是雙重起司的 你要雙重起司還是原味 一個原味 一個起司的 對啊 為什麼 你每次都不帶錢 我跟你說 因為女生的衣服比較不好穿 因為我沒有什麼口袋 這個 這個不是口袋嗎? 這是什麼? 嗯,這個很好 這是燙的芝士 我覺得它比較QQ 比較脆 所以你喜歡這個 比普通的豆腐嗎? 我覺得這個味道更好 它的質感很好 很美味 而且加上芝士 會更好吃 它會更好吃 有點像沙漬 很香 欸 姐姐,你在看我的影片 哇 找出你們兩個 欸,為什麼 欸,這個沒有聲音好 欸,我們剛剛 欸 哇,姐姐 姐姐 剛剛聽到的聲音 有一件 好像有聽過的聲音 對不對 它是野貓的小孩 它的毛怎麼那麼長 然後它的媽媽是一般家貓 短毛的 噢,它這個混血兒 對對對 嗨,喵咪 喵咪 真的好有緣喔 謝謝 謝謝謝謝 好,那我們去今晚前面觀光 禮拜一所以比較冷清 沒有什麼 沒關係,我們喜歡比較清幽的感覺 假日就很吵 對啊 重車好吵 對 這樣子比較舒服 這邊 其實大部分的房子 還是保留一點石板屋的感覺 然後有些甚至是 它一樓是石板屋 然後可能二樓是鐵皮啊 或是用磚頭做 所以有一種mixture的感覺 像這個 它感覺好像以前也是一個石板屋 然後上面是磚頭這樣 我們也看到 有一個小學校 在這個傳統的建築 孩子們在學習的 是種植物 真的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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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從 Taipei 到國際上 你會覺得 為甚麼都很慢 你會覺得 有點不舒服 你會覺得有點不舒服 但是 如果你住在國際上 你會覺得 哇 你會覺得 哇 什麼是這個 你會覺得 這裡的建築 比較冷 你會覺得 這裡的建築 比外面更冷 你會覺得 這裡的建築 比外面更冷 我們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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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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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聽到這個聲音嗎 啊 她相信人們 你知不知道小狗做這種聲音 那意思是他們相信你 真的嗎 你能聽到這個聲音嗎 可愛 我大姐跟兒子 你們怎麼每個人都互相認識 在部落就像是一個大家庭一樣 每個人幾乎都彼此認識 我們聊了一下才發現 這個地方原來是部落在做文化傳承的教室 除了教導部落小朋友盧凱族文化傳統 更重要的是保存最珍貴的族群價值 有土可以種 對啊 種什麼得什麼 不會大豐收啊 但是會有收穫 就可以分享可以互相 人跟人的連結就很原始的美好 所以我們就是在創造一個 就是讓你有土地的人知道說 其實我們才是最富有的 我們要趁老人家還在的時候 要把這些功夫都學會 才有辦法 活在自己本來 舉行就活著的地方 老人家不在了 我們學不到本來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只能用都市文明的那一套 來在山上生活 其實就是只是住在山上的一區而已 沒有根平地的人 沒有什麼兩樣 每次來到部落 都非常有收穫 可以看到越來越多人 重視自己的文化 返鄉為自己的家鄉付出 並用不同的方式 努力將文化保留下來 不管這些文化對你來說重不重要 有機會來到部落 放慢腳步 試著跟當地人聊天 我相信你會發現 每個文化都有有趣 且值得學習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背景很漂亮 對嗎? 對 你可以看到整個村子 對 我從我的想法都很不同 對 這個地方是挺旅行的 我會說 有很多旅遊 我的部落就是 要尊重他們的文化 然後不要把 別人當作動物在看 所以 謝謝大家 為大家收看這影片 按個讚、按讚、訂閱、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會見到台灣的地方 拜拜